一名赖姓女山友随队前天从南投屯元登山口驻山 纵走能高安东军县 昨天就因腰痛无法行走 有两名山友陪同 在海拔3000公尺的能高山废弃小屋带员 空琴黑鹰直升机上午出动直升机 11时20分吊挂成功 20分钟后降落花莲港天宫河堤 转送慈激医院治疗 40岁的赖女本月20日与其他11名山友组成登山队 从南投入山 计划纵走能高安东军县 25日从南投奥万大出 不过昨天赖女就因为腰痛 没办法重装行走 陈姓山友向南投县消防局求援 并与刘姓山友陪同赖女一同在能高废弃小屋带员 其余9人继续形成花莲县消防局 今天接获转报 请求空勤总队出动黑鹰直升机 上午花莲地区天气晴朗 空勤编号703直升机出动 11时20分顺利完成调挂 11时40分降落花莲港天宫庞河堤 赖女意识清楚 向消防人员表示 她们登山友依规定申请入山 办理保险 并强调自己真被腰痛到不能走 才会求援 不过 赖女被救出时身上并没有带住相关登山计划等 消防局表示 将会继续查证确认 一名赖姓女身友因摇痛手困高山废弃小屋 黑鹰直升机出动将她吊挂下山 送往花莲慈祭医院治疗 涂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分享